邓家楼一对夫妻涉嫌虐打一对年仅6岁和7岁的儿女 结果在今天被警方押上法庭申请严扣 法庭也准许警方严扣嫌犯6天协助调查 这对嫌犯的年龄分别是26岁和30岁 女子是一名家庭主妇 是两名孩童的亲生母亲 而男方则是一名合约劳工 也是两名孩童的继父 他们涉嫌在昨天傍晚大约5点 在住家虐打两名孩子 引起邻居的关注 继而向警方报案 甘马晚警区主任韩岩指出 警方是在昨天晚上8点逮捕两名嫌犯 调查之后还发现两名孩童身上有多处新旧伤痕 怀疑是被人踢伤 因此怀疑嫌犯虐待儿童 受伤孩童已经被送往甘马晚医院治疗 之后会移交给社会福利局照顾 以后感染的准备 准备 再进行 进行 入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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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入行